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走进天津卫视的大情情感节目 爱情欢迎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欢迎于佳君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于老师 爱情导师 涂磊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了解一下第一队 各位请看 我们俩在一起六年了 从校园一直走到现在 终于在16年的时候领了结婚账 我本以为幸福的生活从此开始 我们俩在 Beauvon 在17年的时候领导师 我们俩在一起的路上 老师 个坠子 相对的那种 本可以如何 我们俩在一起的路上 我们俩在一起的路上 正在忙方 这一条路上 都快乐得 Нач回了 我们俩正在有些路上 一条路上 你都不想要 快乐得了 你一些路上 我们俩 我 Pacifi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就是还是说咱们之间在一起 有一些道理真的是需要讲出来的那种 比如说 就是前几天的时候 然后那个我出去办事嘛 跑了一天 然后最后一个环节是 他们跟我要一个密码 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结果打了二十多个电话 他都没接 那事就没办成 我那天还没带雨伞 那天还下雨了 我就相当于挨嬌了嘛 我回去之后 我就是想让他安慰安慰我呀什么的 结果我一进门 他就开始 就真是跟我叨叨 没完没了 你这么讲的话 我也是怕大家误会 因为头一天我是 我们没误会 你说吧 因为头一天我是 那个一天也没睡嘛 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你干嘛呢 上午没有得到休息 我们是经常加班的 到下午的时候 我说这个事挺重要的 你也大概熟悉 这样你去 重要的 他去了之后 我是那个睡觉的 他一进来 就听他一直在跟我吵吵 就说你的手机 怎么二十个电话就接不到呢 我其实 这个手机是白是吧 其实我听他这样一讲 我当时我就在想 也许是他在路上 碰到了什么困难 我就跟他说 我说咱们是成年人了 你出去了之后 你去办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咱们不要说碰到一点点问题 立刻就火了 是不是 你火了肯定是因为你当时 心里头实在是不知道 还有什么办法 能解决这件问题了 哥们哥们 你学什么呢 你告诉我 本科吗 我是学摄影的 本科学摄影的 你还读过研是吗 读研的是我老婆 不是 他没上研究生 他为什么会问那样的问题 你是说本科吗 好像你上了研究真理 真是特色的很 你知道吗 哎呀 但是那天的事情 我一听他讲 我当时真的 我心里很焦急 其实咱们不是说每一天 心情不好了 然后回来之后 我就哎呀 亲亲搂搂抱抱啊 然后咱们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那么你换一天 你再去这件事情上 你是不是你心情又是很不好 那你就不能安慰几句吗 我也是个小女生的 你还是不知道 他到底为什么发火 你知道吗 给他得了一些 对你可以讲一下 你那天为什么发皮肤 就是因为我那天 我跑了一天 我挺累的呀 你还带巧的 我回来我又让鱼给浇了 我就本以为我 我进门之后 然后他能安慰安慰我 我又给他打了二十多个电话 其实我就是想 进门能让他安慰安慰我是吧 然后那个 哪怕给我倒杯热水 拿个毛巾也行啊 结果上来就开始 那个你得怎么怎么 我怎么 我嫁个教导处主任啊我 安慰你是可以的 但是我现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不把当时那个道理 讲清楚的话 我赔以后就 我你讲什么道理 你用三句话把道理给我讲清楚 讲 第一句 一定要冷静 第二句 你这样问我的话 我还要什么 傻不拉击的 讲什么讲啊 明明就是你没道理嘛 自己捏着密码 人家办事给你打二十多个电话 你不接电话 你有什么理啊 不就家里夜班吗 第二天就不工作了 你家什么班啊 企业有你这么管的吗 一个做老板的人 当天加班一宿 第二天就不上班了 那别的企业不都是白天上班 晚上休息吗 你们倒过来 你一点工作的头脑都没 还给你讲道理 他不光就是这样 你也讨厌 还有什么事会跟你讲道理 然后他老是我脾气的 有的时候就是 真的会失控的那种 有次把我酒倒了 就是 把你酒倒了 对 把我的酒倒了 什么酒啊 那你要不喝 朋友送来的十斤 特别好的酒 这个酒 然后我还跟好多朋友我讲 这次这个酒 应该是很不错 就是要很多朋友来的那种 我会无缘无故倒了酒吗 当然不会了 对 你说你为什么把我酒倒了 就是之前有一次 他也是晚上出去跟朋友喝酒 然后给我打了电话 说那个我晚点回来 你先睡 我说行 然后我就没等他 我第二天早上六点起来 人还没回来呢 我打了一个电话 在中心医院抢救了一宿 当时给我吓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抢救 因为他就是喝到胃吐血 本身的胃就不太好 然后又打出血眉 然后又出院 或者说是劝酒 劝到不行啊那种 确实是心情好多喝一点点 之后咱们控制这个量 然后有事 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好好商量 你说你把这个酒倒了 本身 有没有喝酒喝住院 这个确实是有 住院没住院 有一次 是差点喝死了 对 你讲 不吓死我了 问你呢 对对对 当时都吓死我了 还想喝呀 是可以喝一点点的 然后我当时 你说你把酒倒了 我跟那些朋友我也讲了 你说让他们来了 我怎么讲 对不对 我是跟他们说 我说让我爱人给倒了 这样你说好吗 那之前你不说吗 你说那你要是 不让我喝酒的话 那就给倒了呗 那我就给倒了呗 不是 咱们有什么事情 都是好好沟通 如果要是说酒 就是真的不能喝的话 那你说那些酒厂 还开着干什么 对不对 酒厂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大家心情很好的时候 在一起喝点酒 沟通沟通感情 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 反正是要把自己 把自己喝对不对 我是控制量的 你控制量为什么喝进医院了 在那之后我就没有在那个喝多的时候 我们朋友在一起都感情很好 你别跟我提那些胡朋友 我一提我就来气 那个他们总是愿意一起玩嘛 然后在一起聚什么的 这个我不反对 然后我那个就说 要不你们就出去那个聚嘛 然后他们就说 那个还是在家里边吃得好一点 然后随便一点 那又来吧 然后有一天晚上就十个人啊 去我们那喝完酒之后 人家老哥几个潇洒完了就回家了呗 然后他找个地方就是尿不敲一睡 一屋一地酒瓶子 左一个碗 又一个碟 然后碗筷一堆一堆的 把屋里边全是味儿 他也不帮我收拾 你说我还能愿意让你们喝吗 然后还去我们那儿 其实收拾屋子这件事就是 谁看着了 谁收拾一下 我晚上喝完酒了之后 那大半夜的我不熟悉啊 感觉是想睡觉啊 你说你收拾 其实碗筷都一般是我刷 你要是感觉有什么气味 你就先收拾一点 等我醒了之后 咱们再一起收拾对不对 你不要因为说你已经收拾了 然后你再为了这个事 再跟我吵一下 你说这样合适吗 对不对 其实咱们之间 你不要说是总觉得 咱们吵一吵无所谓的那种 其实我跟你讲过好多遍 我说我们不要吵了 我们能不能把所有的事情 都静下来好好地讲一讲 但是我就觉得 你有什么事情 不能认真跟我讲的这种 没有舍头不放牙的呀 其实你真的觉得 我们这么吵就没有问题吗 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伤害吗 主持人我跟你讲 有一次就吃饭这么点的小事 我们甚至吵到 我跟你说你对我 最后差点还太大了 聊到离婚的那种 就是有一天中午 到了那个吃饭点 我公司有一些事情嘛 突然间打过来一个电话 然后也很忙的那种 我就需要打几个电话去回复 等我忙完之后 我一推门一进去 这个姐妹就很生气了 就这么瞪着我 怎么哄也哄不好 那还不是因为 我那段时间身体不太舒服 然后就是血压特别低 然后还总低血糖 然后等了他三个多小时 我就有点要晕了 然后那个我就 我还提醒了他两次 我说要不我们出去吃东西 我哄你的 进去了之后我也是 就是你一往也告诉我 你这么一哄我不就好了吗 那么我是按照这样方法哄的 我说抱一抱 咱们出去吃好吃吃好不好 结果一吃愣 把我手机都摔了 那我都生气了 然后你一抱我就好了 那这也不正常对吧 我不得闲事 我还生气呢吗 这一路我就一直在哄你 对不对 咱们哄了一道 我所有什么乖乖亲亲爱爱 我全讲了 可是你跟我甩出了一句什么话 你说以后咱们这个饭 就是各吃各的 那这话是不是你之前说过 我当时真的是为了你好 然后你这样讲 主持人我哄他了 当时吃完饭之后 他就结了账走了 留下我 我当时我真的是 我难过 而且我很伤心 你矫情你 他把我自己一个人留在饭店 然后自己走了 我这个时间我不能 立刻说我就走了 我回公司 因为那个事 我让大家觉得 发生什么大事了 会不会让大家很紧张 你才把你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地位看高了 我在外面 这一下午我就在想 我们能不能就是 真的就不要吵了 不要像你说的那种 小吵小闹无所谓的 你这么讲 而且你当时讲的那种情况 真的是伤害了我 然后你怎么受得了 他这么得 我跟你说 我就这一环我都看 我真的玩 主持人你可以听我讲吧 等到 你别说 等到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 我说那个晚上 可能你也到吃饭点了 我真的有事想跟你聊一聊 你出来 我在哪个饭店 那个饭店离我们公司 就是十分钟的路 我吃了一个人 四十分钟的饭 我等他 但是我没有等到 那天不是有情况 后来他也跟你说了吗 主持人是这样 那天吧 就是我婆婆去了 然后特别兴奋 跟我俩拿了好多吃的 然后一进门就跟我说 你看我给你做这个 然后我给你做那个 你赶紧把这个 赶紧怎么怎么存起来 你说我总不能说 他前脚刚进来 我后来说 妈 我事儿 我先走了 这好像我觉得 老人家挺兴奋的 那你这种情况下 你重要的是什么呀 你这个时候 你的情商呢 你的智商呢 我得把婆婆 你是不是应该赶紧说 哎呀我有事 着急出去一趟 而我所知道的 就是我一个人 我正常十分钟 就能把饭吃完啊 十分钟的路 我四十分钟 没有见到他 我进门之后 我就跟他讲 我说咱们 真的应该聊一聊 我说我们 我们不要吵了 你有什么事情啊 你说你这个时候 你就是 哎呀真的就是 很难过 很伤心 很生气 咱们你跟我讲 是不是 不要说 因为我这个时候 我饿了 我跟我身边 最亲近的人 我发泄一下 你不觉得 这是一种伤害吗 那天我还讲 我说如果 咱们就是 接下来这辈子 那天可真卖场 就是这样 那天什么时候结束了 那天什么时候结束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 这个就很重要 我说我们要是 真的就是这样 一直吵吵闹闹的话 我们把结婚证 换成离婚证 你说好不好 平后的 我就怒了 你平什么 跟我离婚啊 我的意思是 我想跟你讲一个 严重的后果 那也不在跟我说话的 咱们不要吵了 大结婚那天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而且之后 我是不是有跟你讲 我说这句话 确实是我说错了 我问你 咱们 咱俩结婚那天 我怎么跟你说的 我是不是说 咱俩这辈子 只有丧偶 没有离异 然后你也认可这句话 然后那天你回来 是吧 我觉得这事 根本就没多大的事 然后他回来之后 就跟我说 咱俩把本换了吧 你知道我当时 我什么心情 他就是想过我离婚 他就一直跟我纠结 就说别说了 离婚离婚什么的问题 那不是你说的吗 我说离婚 你想聊这个问题 OK呀 可以的呀 没问题对不对 然后他就气死我了 你就一直跟我聊 这样的问题 那不是你先说的吗 其实这个话题 我提了一下 但是我跟你讲了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聊这个 我不是想跟你聊离婚啊 或者怎么着 那不还是你说的吗 就是想跟你讲 咱们不要吵了 我已经反复强调了 我不想离婚 我是挽留的 我珍惜这段感情 那你还提这个词 可是你说什么 你一直强调说 离婚离婚 怎么怎么样的那种 我说可以 咱们就聊离婚 你潜意识里 要是没有这个词的话 根本说不出来 我只是提了一下 而你一直强调 如果你早就已经 想到这一点的话 那么我再挽留 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说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不提 这事为什么 我说不出来这个词 因为你把他逼急了 所以他才就是在气头上 我没说什么 我讲一句 你就立刻就要 立刻顶下去的这种 你说完没 气死我了 怎么过的呀 这六年 你就跟这么一谈了六年啊 就是 你们俩真是绝配 其实主持人 这件事情我可以讲 我不想听 是这样的 你没说话了 其实 行了 行了 我弄不了 交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旧比特问卷 你可别招他说话啊 你是不是碰到任何事情 如果不讲大道理 你会很难受 道理是应该 你招他说话你 道理的话 是应该讲清楚的 讲清楚 不能什么事情都不讲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无论你 是我报 应该问问题 我就直言其说 我说给你妻子听 真的 这一点 我感觉 他认为他都懂道理 其实他不懂道理 道理当中说 如果和妻子讲道理 那是不想过 这个道理他不明白 我们也感觉到 你真的难以忍受 所以有一些事情 你做的 确实也是去理智 就像家里的酒 你反感他喝酒 八十多金酒 全部倒掉了 如果是一般的 正常的夫妻关系 我要谴责你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我理解你 我主要是怕他身体 我知道 生活当中 有时候讲的是情理 并不是道理 你在婚姻关系当中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你感觉妻子真受得了吗 肯定受不了 所以最后 我跟你说一句话 你不用回答我 你以后和妻子之间 哪怕碰到了这些事情 你看到了有话说的时候 能不能换一种方式 我们中国人说 有时候就是 此时无声甚有声 你用丈夫的温情温柔温暖 去体贴他 可能效果比你讲这么多话 作用大的多 好不好 我说完了 谢谢你 谢谢老师 谢谢 刚才你们的对话 我其实提了一个问题 带着你误解了 当时你的妻子 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就是下雨天 然后给你打二十个电话 你不回 然后结果那件事没办成 回来那会儿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 但是你就是跟他讲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你着急 你应该怎么怎么着 说了半天 我都没听见说 你问一句老婆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对不对 当一件突发事件 发生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 应该是了解情况 对不对 而先不是说 你不要生气 怎么怎么 一套 所以这就是你不在里 你以为你讲理的人 你就占领吗 夫妻之间 尤其是过日子 很多的事真是那么 谁对谁错吗 你就用大套的理论 去欺负这个女孩 她比你小 要说学历比你高 人家学道理的事 比你比较厉害 对不对 干嘛在生活当中 也装着那么 到处都是你对呢 为什么你就是 她的导师呢 你是不是在生活当中 老扮演这种角色 所有的事情 我都知道 我都了解 那你为什么 还要做错 关煤气罐的事 也一样啊 明明是你犯错在先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 挑她的理 你应该先去 关煤气罐 再来告诉我 谁说有这个道理 不让你找一回教训 下回会出大事了 所以啊 我一个建议 如果你可以的话 离开她的公司 自己去找一份工作 把工作生活分开 你就知道 什么时候该讲理 什么时候不该讲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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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来 涂老师 女人是形式思维的典范 辩证逻辑的障碍 我无意摧残女人 也不想被女人摧残 所以我通常跟我太太 从来不讲道理 因为女人 就是不讲道理的动物 道理是什么 道理就是逻辑 因果逻辑 当一个人不愿意跟你讲道理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逻辑就是 不跟他讲道理 这才是真正的道理 明不明白 我们会发现 女人的思维 经常是靠感性思维 直觉 而且直觉尤其的准 但是男人总是喜欢 用理性思维 左推理 右推理 当你推理了半天的时候 女人早就给你得出了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 跟女人是不能讲道理的 其实女人要的不是讲道理 女人要的是一种感同身受 所以女人经常把大事 掰成小事跟你讲 男人总是喜欢把小事 上身为大道理跟你变 你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当女人做好了一桌饭菜的时候 男人总会挑三拣四说 哎呀 这个色有问题 香有问题 花椒又放错了等等 这个时候女人通常只会来一句 吃不吃不吃滚一边去 女人是不需要讲道理 所以女人其实要的是一种感同身受 女人要的是理解 男人希望的是认可 所以我原来经常说一句话 我说 女人靠的是直觉和嗅觉 男人总以为他们不知不觉 等到女人伤心欲觉 男人们才后知后觉 所以如果你接受了生活当中的一些道理之后 你就会知道 其实跟女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不能用逻辑思维的方式 她说什么 你就去感受她的感受就可以了 但是当一个男人 频繁地在讲道理的时候 第一表现出自己很自卑 所以要用所谓花式的道理 去跟对方诡辩 但诡辩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第二显得自己高高在上 像个伪君子 就像刚才主持人问你说 你学什么的 你明明没有读研究生 你还假模假式问一个 你是说本科吗 所以很显然 其实在你们共同创业的过程当中 在学历上你是自卑的 但是你在工作的岗位上 时时刻刻要表输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在家里面时时刻刻要扮演导师的角色 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自卑 但其实自己的女人比自己强 应该是自己的一种骄傲才对 所以以后当她向你提出一些质疑和疑问的时候 学会闭嘴 用温柔的眼光看着她 只说一句话 亲爱的 我能做点什么吗 就可以了 闭嘴是你作为丈夫最大的责任 就这样 我是第一次觉得就是 一个人说话能把你能说死 后来我冷静下来以后 我知道为什么那么烦了 因为我在她的每一段言语里面 听到的都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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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听到一句 你 你 你 因为到你的时候都是 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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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的时候都是 对 对 对 合适吗 行了 姑娘 就嫁给这么一个人了 你就认了吧 你可别把她放出去 祸害其他的人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流是吗 在讲道理这件事情上 也许是我有问题 我不应该总是喋喋不休地讲这样的道理 但是生活中很多道理 其实还是应该说出来的 也不能什么事情都是完全的没有理 我们在一起有些道理 我会换一种方式来说 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再吵了 如果真的就是像你说的那样 我们要无休止地吵下去的话 而且你认为那是一种乐趣的话 我觉得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信心了 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我就是希望能多关爱我一些 然后多宠着我一些 然后多哄哄我 我不太喜欢听你跟我说那些 我就是想让你多吼一吼我 就是像对我像小女孩那样 行啊 回吧 回吧两位 谢谢 你要觉得我们说的没道理就别出来 来 请关门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因为太自私了 只有一个极端自私的人 才会这么去跟别人说道理 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反过来去想 在这段情感当中 或者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到底哪错了 因此他才自信满满地会告诉你说 生活是需要讲道理的 我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一会儿来看结果 请开门 我觉得老师们说的对 我会改的 谢谢 谢谢 别着急啊 我这还要调口波好吗 本节目礼品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师 又要保湿 伊贝师 伊贝师 黄晒霜 特别提供的 来吧 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我爱你 我们已经相伴了六年 在这六年中 你教会了我很多 别讲道理了 赶快亲上吧 那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小公主 你当然是我的小公主 那以后我要是乱发皮疙瘩 你就抱抱我吗 其实你哄的那些招都好用 就是你再多挺那一会儿就行了 好的 我不能说太多 你要屁嘴点头就可以了 好的 来吧 谢谢老师 拿走吧 谢谢 以后别那么自私了 活得那么自私多累 别把我们的花瓣带走啊 那个脖子上还有一块 回去吧 回吧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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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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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来不带我去看电影 而且每次要是我要是要求他 跟我一起逛过街什么的 我都要求他很久 那一次我好不容易我就说 陪我看一下电影 因为那个电影我已经期待很久了 他终于答应了 或者走到电影院 结果他看见了 他喜欢看的那个科幻片 他就告诉我 你自己去看你那个电影 我要去看我的科幻片了 然后他就自己去看了 他的科幻片 就把我一个人扔在那了 我就自己看了我的电影 他就看了他的 我觉得两个人出去一起去吧 然后回来的时候 却指着我一个人在那里 那这事你也不能完全怪我吧 我跟你说了 我不喜欢看那电影 不喜欢看电影 你非逼着我去 那要是你不喜欢的 我让你看你什么感觉 那结婚之前你可是带着我去看 为什么结婚之后就不可以了 我还不是想找找以前 我们在一起的感觉 我当时都说 让你找你闺蜜 跟你一起去看 那跟闺蜜在一起 和跟老蜂在一起 看电影的感觉能一样吗 没有什么不一样 都老夫老妻了 对吧 生活过得也没有什么情趣了 是吧你觉得 不是情不情趣的问题 因为我不喜欢看那个电影 那你为什么 谈恋爱的时候 你不喜欢电影都看呢 以前我们年纪小吧 我觉得爱情电影 看着哭哭啼啼的 还挺有意思 现在我觉得跟哄小孩似的 然后吧 生完孩子那段时间 我感觉他对我感情 好像又回来一点了 可是孩子生完了 带着稍微大点了 他有一天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陪我回一趟家 我们回家看一趟父母 我就觉得 那回家看父母是应该的 我们应该孝敬的 然后我就答应了 可是到了那天嘛 我就得了重感冒 病得说话都没有力气了 我就给他商量 缓缓再回去吧 他就说我装的 我们都给父母说好了 父母在家什么都等着了 那我们也一两年不回家 回家看一次父母 那你还不回去 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都病成那样了 后来下飞机以后 我就发高烧 在那个我们当地那个医院 直接打了七天的吊针 那一个人回去和两个人回去能一样吗 再说了 那你当时感冒 我也不知道有那么严重啊 我觉得他一点 我以为吃点感冒药就好了 我觉得他现在一点都不心疼我了 连我感冒成那样子 他都没有放在心上了 他总是说我服事乱想 整天在家带孩子带傻了 然后就因为做早餐那个事情 也在家里面给我吵一下 是嘛 一点事都老这样那样的 做早餐怎么办 那时候刚结婚 因为他早上六点钟就要起床去上班 六点钟他走 五点半就要起来坐 他觉得北京那个天太冷啊 然后五点半起来 又天还没亮 就有点心疼我 他就说以后不要让我做早餐 那时候我觉得他也挺辛苦的 也不容易 我就说做点早餐 我也觉得挺放心的 他吃了我的早餐 这样上班一天也有力气 因为他做装修的嘛那时候 后来慢慢慢慢的 他就觉得我这个做早餐 就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天我就没给他做早餐 他那天在家歇班起来特别早 看见我没给他做早餐 他直接就在我床上面那边 把我被子掀开 你干嘛不起来给我做早餐 怎么怎么的 就这样子熟了我 那你以前都能做早餐啊 那天是因为那天晚上 孩子生病了 孩子病得特别厉害 我一晚上都在照顾孩子 我整个晚上基本上都没有合眼 就把孩子抱着 你现在做什么事 你都说拿孩子做事 就把孩子抱在手上 然后基本上一晚上 只睡了两个小时 他没有心疼我 他就在旁边睡得跟死猪一样的 那我不是工作累吗 我也觉得他挺累的 我都没有吵醒他 我都没有让他起来带孩子 到天亮的时候 孩子好不容易睡着了 我就说命一下 他就会拽着我起来做早餐 我让他下楼买一点早餐 他都不扛 孩子他也不可能24小时到吗 你就跟我做早餐 你就找得近的一顿早餐 至于的吗 他做早餐 我觉得吃得就舒心满的 是不是 他除了对你有这种变化之外 对你周边的人有变化吗 结婚之前 他带我朋友 那也挺好的 可是结完婚以后吧 有一次我朋友 他买了房子 就说也知道 我老公是做装修的嘛 就说让我老公帮忙看一下 怎么能设计啊 然后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 给我老公打电话 我说你有时间吗 我那朋友要装修 他说有 我说那到时候 你们就去谈一下 都说好了 然后他给我朋友碰面了以后吧 他就给人家翻脸 就不给人家做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我朋友就因为这个事情 跟我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 不说这事 我不来气 你知道你的朋友 给那么低的价 还用好材料 装修方案又那么复杂 朋友之间你帮一下忙 你又怎么了 朋友之间 你就知道说帮忙帮忙 那我一天那工人 不得开工资啊 那天气设计 我天天白跑 那我挣钱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他现在 每次都是这样 我一给他说什么 他就是他挣钱 他挣钱 他就在我面前 那我挣钱 这个家吃什么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他现在变得 特别的不顾家 然后现在还夜不归宿 那一次 我到我朋友家 活多了 那朋友家睡了 你都不知道他 第二天我一早醒来 几十个位置来电 一打开微信 全是朋友问我 你还好意思说 他那天很早就出去了 我让他带着我 他也不带着我 急急忙忙就跑了 晚上12点的时候 他都没有回来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打了十几个电话 他都不接 后来我没办法了 我就只有找他朋友 他朋友 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 然后他到第二天 他才回来 那第二天朋友 全找我了 都问我 头天晚上干嘛去 都笑我 你知道我很没面子 知道吧 你现在还 为什么没面子的 你说你一夜不回家 老婆不知道你在哪 问不应该吗 那我在外边 那跟朋友喝酒 那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那我还不知道 你知道我们做这个行业的 就要多个朋友嘛 然后多一条路 然后多介绍点活 我还真不知道 然后家里面 多挣点钱 所有的家务活 孩子 我问你 他是这一次 还是经常 从那一次以后 他就经常这样 那他这个频率 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咱们 那些年纪明 一个月的话 可能有那么 三四次这样子 一个月有三四次 那你不知道了 我有时候 我们还在外边加班 你就光说 我跟朋友喝酒了 那我们做这行业 他别人有时 那个春工作的时候 不是 现在哪有工装和家装 让你连夜施工的 有啊 那现在通面商场 商场都会晚上做 北京很少啊 不我们现在在海口了 哦 你又跑到海口了 对对对 哦 那个因为商场那些东西 都会有时晚上加班 哦 经常晚上加班 对 我就觉得他现在 那你跟他说一声啊 你说我今天加班啊 说了啊 他老是一天就瞎想 你跟他说了 对啊 对啊 一天就瞎想 你知道他是加班 你不说 那有时也会跟朋友就说 有时想比如说 晚上喝酒嘛 好好好 还有别的吗 有 就是家里面的家务活 他从来都不给我干 孩子也不给我带 有一次我就下楼 我说我下楼拿一个东西 然后让他带一下孩子 刚刚半个小时回来以后 我就发现那孩子 都快要到床边 都要掉下来了 他却坐在旁边 戴着耳机 打着游戏 然后当时很生气 我抱起孩子 我就把耳机给他拽下来 他直接就跳起来 就很生气的那种 那我不是刚把孩子哄着 就玩了一会儿游戏 那他孩子又没哭又没闹 他醒了我也不知道啊 再说我自己的孩子 那个摔了 我肯定会心痛啊 是吧 你现在就在这里 跟我说心疼孩子 孩子长这么大 他没有抱过几次 也没有带过几次 那我不天天在外边工作吗 家里的所有的经济 全部是我那个 一个人挣的吗 是吧 好好好 全都我一个人挣 我知道 天底下就你一个人 挣钱是吧 我知道家里的开销 一切都是由你 但是吧 你不能这样子带着 让我问问啊 知道他现在挣多少钱吧 我现在不知道 以前他把工地上挣的钱 都会交给我 可是现在最近这一两年 他交的钱越来越少了 他还背着我 他要说让他说了 他还要说让他说了 他还要说让他说了 因为我在 他在我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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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挣的钱 我成点怎么了 再说了 那个钱倒是家里用 我不得拿出来吗 我又没在外边乱用 那你之前把那些钱 都交给我的时候 就我一个人拿去用了吗 你不是老管 我以前把他钱 交给他的时候 我比如说干工程 我要电资了 我问他要 他就在问 你干什么去 那种很不放心的 那我肯定要问一下 你把钱拿去干什么 平常你觉得他乱花钱吗 以前不会 现在有吗 现在因为我整天 都在家带孩子 然后很多时候 我不太知道 他在外面是怎么样的 反正我现在就是 整天就是省吃俭用的 就是你并不了解 他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对 因为我现在每次 用点钱我就问他要 现在等于家用是 你问他要他给你 我问他要 过去是他把钱都给你 他直接给我 对 所以你现在没有安全感 对不对 我现在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都不想跟他 这样继续下去了 你怎么想 我觉得吧 我们你说都生活11年了 经历了那么多事 这一点是我觉得 他是一天在家瞎琢磨的 你还想跟他好好过吗 那肯定 毕竟11年了 感情 我又不是冷血的动物 是吧 所以你的反应是说 他过季了对吧 他天天在家 就是有的时候 也没什么事 就是脑乱想 那时候我刚开始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30块钱一天 我们那时候在北京 就住了一个 只有几平米的房间 等于你嫁给他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 他是个小工对不对 对 然后 现在是个小老板对吧 对 也不算什么小老板 就是自己做点活来 那时候吧 家里什么都没有 但我觉得我整个人很充实 因为有他的疼爱 我那时候家里真的穷着连夜市 然后那个洗衣机 冰箱这些都没有 每次北京的天很冷 不是坐在平房 平房里面嘛 外面就是那种 大家一起公用的那种水 我们都大家在一起洗衣服 做饭就是用那个水 每次衣服一拎起来 下面就成冰珠子 他从来没有 我也记得 他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女人跟他 从苦日子一点一点过去 过到现在这样 我觉得他现在对我 这变化这么大 我真的我心里特别的难受 那我这些我都记得 我知道你跟着我那会儿 受多少苦多少累 我也是在外边一天 我这么问一句吧 拼命地挣钱 我这么问你一句吧 你是还爱他吧 我怎么不爱 我在家问 十一年了怎么不爱 我在家问了 他很多遍 我说你还爱我吗 他就不理我 那你老是让我那样说 我都觉得 你到底爱不爱他吧 那肯定爱啊 肯定爱 你烦他吗 有时他如果说 就烦一点嘛 是吧 这个东西 那我 你就觉得是 那些都是人就这样吗 你觉得他是精神紧张了 还是你确实有点什么 小心思 我真没有什么 我就觉得他是一天在家 一天瞎想的 好吧 老师们你们看看 应该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秋菲特分圈 我非常钦佩一种女人 在年轻时 能够陪着 自己爱的男人 一起过苦日子 这一点你妻子做到了 我也非常钦佩一种男人 等到自己有钱以后 能陪着自己的原配 一起过好日子 那我现在还是陪着他 而且我还在为我们的 对啊 从形式上 你确实还在陪着他 就说一件事情 你夜不归宿 妻子到处找你 他不应该吗 你自己打电脑 玩游戏 对孩子不管不顾 你认为你应该这样做 而且妻子说 发现你在外面自己 办了一张银行卡 那就很显然 这不是私房钱的问题 我们说男人有时候 多多少少会存一点私房钱 男人有时候要面子 但没像你这样的 办一张卡 把家里的生活用费降低了 你那张卡上 再不断地满出来 你说你做得像话吗 有时候作为一个男人 自己摸着良心 多问问自己 你现在和以前 对妻子的态度 有没有变化 你这张脸 有没有变脸 所以从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我此刻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 我们经常 祝愿祝福 天下有情人忠诚眷属 但是我们现在 还真的应该 祝愿天下眷属 人是有情人 我把这一句话送给你 好 谢谢 谢谢伯伯兄 徐总 你觉得对这个家 贡献最大的是你还是他 我觉得我们过去 我觉得我们过去 也访不吝点 我跟着说 你喜欢这个是吧 你谁就会 positive 他不出来 你甚至还没听 我爱她 你老板 还会是你 我爱你 你 我的天下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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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的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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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租着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 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从旧货市场逃过来两三百块钱的床板 再做一个小茶几 每天是他做着饭 我在外面挣着钱 今天挣个电饭包 明天挣一盏台灯 我们也是这样的日子过过来的 我相信最开始你也应该有这样的回忆 当小公的时候在外面能够拦点活 挣了点钱都愿意交给妻子 那是多么大的骄傲 证明你找的男人没有错 我还是在努力向前的 日子都是这样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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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过好 小房子换大房子 差车换好车 旧家具换新家具 只是老婆是不能换的 因为老婆是这一路以来 一直死心塌地跟着你过来的 只有他知道当初的你是多么的窘迫 现在有了点钱了 有一点老板的模样了 不要给我翘屁股 那句话说得真好 且行且珍惜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 有些男人形成了一种刻有的印象 就是只要结了婚 只要我往家里能扔点钱 只要我在外面没有花三搞四 或者是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背叛 我就是老子 我就是王 你看你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 更何况我在外面没有瞎搞 难道我在家里面 与之气势一点不应该吗 对不起 那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 谁说了一个男人 把忠诚奉献给家里的时候 就别的都不用干了吗 那本来就是做人的基础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他也奉献了忠诚 他还带孩子 那你干了什么呢 哪个男人不在外面赚钱 不说远的 就说现在坐爱情保卫站 坐完了回到家里 晚上稍微一两点钟到家 我们不得抱抱孩子吗 我们不得哄哄孩子吗 我们不得到孩子的床前去 看看他吗 几天都没看见了 看看他长成什么样了 胖了瘦了黑了 你看吗 你还不承认你存私房钱 夫妻所不知道的共同财产 被你存起来 那就叫私房钱 难道不是吗 你还口口声声说 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吗 你不应该啊 那是谁的家 而对于你来说 你自己也应该 在孩子上学之后 脱离做家庭主妇的角色 应该自己找点活干 我的老婆也是家庭主妇 但是不是每哪个女人 找了男人 都可以做家庭主妇的 得看你这个男人 是否靠谱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孩子已经长大了 七岁了 你是应该有点自己的基础 把他的经济大权 给揽过来 钱还交给老婆管 听见没有 听见 不要好了点日子 就翘尾巴 你没什么不得了的 当初一无所有的时候 也就他愿意跟着你 现在有了点钱 有人喜欢了吗 有人爱慕了吗 如果有 请你严守自己的本分 但是如果没有 也请你严守自己的本分 好好地想想当初的日子吧 人越是过好了 越不能忘本 听见没有 你可以没有经济收入 但是你必须得有 独立的人格 这个非常重要 你首先得想明白一点 你对这个家的作用是什么 你才能理直气壮啊 提高自己 提高的本身不是说 我一定要去工作 而是你要具备生活的能力 和生活的技术 真爱他 真的没变心 第一点 把钱都给他 因为你换过去想 他没有安全感 对吧 他又不挣钱 他又没有安全感 你再把钱拿走了 他是不是会害怕 他是不是会担心 会 你是爱他的吧 爱他的 你心里还有他 你心里还有他是吧 肯定 把钱交出来 好好对他 听见没有 好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老婆 每当我 想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心里有点赞 订阅 关系 其实是一种互动关系 你不能完全靠一个人 去努力做什么 另外一个人如果不跟进 不提高的话 也一样会出问题 我们期待他们能好吧 看看他们愿意 重新开始的那个瞬间 会发生一些什么 走了 下次再业不归宿的时候 问问自己 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的家呢 知道了 其实你应该就彻底跑 没关系嘛 让他重新追追你 找找那感觉也好嘛 对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谢谢啊 你看 来 回去啊 本节目礼品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倍湿 药保湿 一倍湿 一倍湿防晒霜 特别提供的 来吧 见证一下他们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老婆我错了 回去撤我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 回家 来 亮灯 啊 回去吧 来 礼物 还有一个承诺 你不要忘记 你刚才自己说的 在回去之前 把那一张四方钱的卡 交给老婆 绝对交给她 肯定交给她 i know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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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